你绝对想象不到老实人能有多狠 他凭借一己之力 单枪匹马端掉了整个黑帮组织 还顺手把黑帮老大的几十亿存款给烧了 要知道的是 这个男人几天前还只是个普通的nobody 他名叫索尔 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生活的他 却在这晚打破了平静 两只劫匪持枪溜进了索尔家里 就在他准备打电话报警时 劫匪却发现了他 索尔让他们拿走桌上的现金 还把手表给了他们 突然索尔的儿子扑倒一名劫匪 还让儿子放走了劫匪 事后警察过来录口供 听到索尔的英勇事迹后 都纷纷暗讽他没有保护好家人 热爱功夫的邻居听说后 也冲着索尔嘲讽了起来 就连小舅子都送了他一把手枪 仿佛全世界都在嘲讽索尔 你算什么男人 这一切对于索尔来说都还能忍 但作为一名十足的女儿奴 在怀疑女儿的猫咪手竹被偷走后 索尔的怒气直瞬间爆满 因为之前给抢劫的时候 他看见了劫匪手上的纹身 在纹身店的信息帮助下 他摸进了两名劫匪的家里 暴怒至极的索尔本想干掉劫匪 却突然听见一声啼哭 原来这对夫妻劫匪因为没有生计 便做起劫匪来养刚出生的孩子 索尔这一看 你压得逗我是吧 他想到自己的孩子 便于心不忍放过了两名劫匪 索尔坐着巴士准备回家 结果却遇到了几名醉酒流氓 正愁找不到发泄对象的索尔这一看 这不上天为我打开一扇窗吗 这几名醉酒流氓一上车 就调戏起了角落的女孩 这时老实人索尔站起身 把巴士司机送下车 接着取下手枪子弹 首先索尔挨个揍热热身 接着感觉来了开始反击 就连最壮的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有人刷起无赖 但还是被索尔一拳KO 多人混战下来 第一回合以索尔被推出车窗结束 可他却还是不怕死 硬着头皮回到了车上 他让女孩赶紧离开 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 最后索尔一个棒击 最小的流氓直接呼吸不畅 只见索尔拿小刀 从对方气管上滑出一口 接着插上一根吸管 让其成功呼吸 可谓精准而优雅 但索尔并不知道 这位小流氓的亲哥哥 可是整座城市最臭名昭著的黑帮老大 对于索尔一人干趴所有人的这个说辞 老大表示难以接受 就算手下遍体鳞伤躺在床上 他都操起凳子不停砸去 老大雇人去摸清索尔的底细 可手下看到索尔的身份后 放着钱也不赚就直接跑路 因为索尔曾经是名FBI的审计员 由于没有逮捕权 所以每次抓人都是从不留活口 杀过的人更别提有几位数了 可老大也是个狠人 更是下令要活捉索尔 而索尔这边 接着他关掉电闸 趁着黑帮团伙摸进屋 在黑暗之中解决一个又一个 看来索尔不仅当律师了得 当特工都伸手不翻 小刀技能不仅点满 连开水壶都是神级装备 可再牛的人都抵不过电击棒 索尔被关进车厢带走 他醒来后先确认下环境 接着拿起灭火器喷得满车都是 黑帮团伙看不清路 直接把车翻了个底朝天 索尔团灭敌方小队后 让老婆带着儿女回娘家避避难 到屋内准备处理黑帮尸体 可这时他突然从沙发底下 发现了女儿的猫咪手镯 好家伙 原来这东西一直都在家里 搞得自己还惹了一身麻烦 但这对于索尔来说 完全就是件喜事 因为他已经被生活压抑了太久 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个发泄的目标 最后索尔放火烧掉整栋房子 一拳打爆邻居家跑车车窗 开着邻居的车直接走人 这个老头还在睡觉 却有两名黑帮来杀他 突然老头睁开眼 一把卸下对方手枪 接着左手端起一把喷子 直接干掉一人 接着冲着剩下一人再开一枪 护工急忙赶来 你个老头 电视机关小声点好不好 作为顶级杀手的老头 尽管年事也高 但实力不减当年 更要命的是 他的儿子索尔也继承了 他的杀手天赋 而索尔这边找到了 黑帮老大的金库 他一路开启割草模式 每个保镖都不是他的对手 接着他往喷水器上灌满汽油 撒在金库里那一大堆钞票上 再丢出一把火 直接把黑帮老大的十几亿存款 烧得一干二净 最后索尔找到老大 他亮出手边的炸药 给了对方两个选择 要么就这样两亲互不相欠 要么等索尔走出酒吧 再冲出来干个你死我活 而渴望一战的索尔果然猜对了 黑帮团伙驱车一路猛追 把索尔逼到了仓库外头 你以为他是孤身一人 其实他还有好搭档 狙击哥和杀神老爹 三人在藏有陷阱的仓库里 和黑帮展开大战 有的手下踩中陷阱 直接被炸飞天 杀神老爹挤喷子下去 手下们刚露个头就没了小命 狙击哥更是全场最佳 近身格斗不仅了得 最厉害的还数一枪三连爆头 而索尔不愧是道具大师 手枪没子弹了 就拉开冰箱 从麦片盒里反手掏出一把手枪出来 三人一阵配合下来 就剩黑帮老大一人了 可狙击哥挨了一枪不说 他们三人都没了子弹 就在这时 索尔来了手大胆的举动 只见他把炸药粘在防弹玻璃背面 自己则拖着防弹玻璃涌往直前 最后 全市最牛的黑帮被成功团灭 索尔被带去警局问话 可他却抱着只仓库捡来的小猫 回答道 看完全片 我只想说 你好端端的打劫老实人干嘛呢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人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